同学们好 收入确认与计量无法模型 我们前四个都说了 那看最后 履行每一单项履约义务时确认收入 那确认收入呢 有的是属于某一个时段 不满足某一个时段的 那就是某一个时点 因此我们先要判断 这项履约义务 是在某一个时段内旅行 还是某一个时点旅行 那先看第一个 在某一时段内旅行的履约义务 收入确认条件 一段期间 比如我们可以按月去确认收入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 属于在某一时段内旅行的履约义务 那下面有三个 如果不是这三个 那就是某一个时点 第一个 客户在企业履约的同时 既取得并消耗企业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话呢有点绕 就是你企业履约的同时 客户取得并消耗 它不能是重复进行的 比如说在这一章开始里谈到的 卖手机送话费 那话费这一部分 也就是说我们企业履约的同时 客户取得了 这一个月取得了 这一个月取得之后 那这个月就过去了 消耗掉了 那下个月说下个月 所以给客户带来的利益 他就说取得 然后就算过去 不能重复进行 那再比如说 涉及到的一些运输 那运输 我们把货物要从昆明运到哈尔滨 你过了一段 那这一段企业履约的同时 比如运输公司履约的同时 客户就取得了 因为最终目的是要把货物运到哈尔滨 过去一段算一段 不会重复再进行 他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那同样的 像一些酒店的管理服务 日常的一些管理啊 常规经常性服务 也都是如此 你这个时间过去了 那就没了 客户取得 那你企业履约的同时 客户取得并消耗 那这个呢 就应该是 在一段时间内 去确认收入去 典型的就是常规 或经常性的一些服务 那第二 客户能够控制 企业在履约过程中 再建的商品 我们是在客户的场地上 去建造 并且呢 客户控制再建的商品 比如说这个商品怎么建 那 他是在进行控制的 所以呢 我们建造的过程中 既然他已经控制 就可以得到一些相关的利益 收入 就可以是 按照一个时段内去确认收入 所以典型的是 在客户的场地上去建造商品 客户控制这个再建商品 那就是某一个时段内确认收入 那比如说 施工企业 为别人建造办公大楼 这就属于一种非常典型的情况 所以施工企业 它就应该呢 是按照某一个时段 去确认收入 那再看第三 企业履约过程中 所产出的商品 具有不可替代用途 且该企业在整个合同期间内 有权就累计至今 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款项 那后面会谈到 收取款项要保证成本加合理利润 所以这是说 具有不可替代用途 那你在任何资产负债表日 都能够保证成本加合理利润 才可以 否则不行 那比如说 这个举例 建造只有客户能够使用的 专项资产 换成客户的指示建造资产 那不可替代用途 如果说 明确的到任何资产负债表日 都能够保证成本加合理利润 没问题 要是保证不了成本加合理利润 那也只能是某一个时点 你比如说 对于卖房子这件事情 以前呢 我们房地产开发业卖商品房 都是某一个时点 在这个我们现行的收入准则颁布之前 那现在 有的就某一个时点 有的可能一段期间 确实要是能够保证 任何点上得到的 都是成本加合理利润 就没问题 因为卖给客户的房子 说好了哪个就是哪个 那具有不可替代用途 如果说房款已经全都交完了 那你任何一个点上 都能够保证成本加合理利润 它就可以 但是实物之中 有的一些地方说 不行 你房地产开发企业 你就不可以按照一段期间 那单说 但是按照这个准则 确实是可以做到 因此 这个准则刚开始颁布的时候 我们有的一些房地产开发业 就用了我们新的准则 去确认了 有的房地产开发的 是按照某一个时段 来确认收入了 那具有不可替代用途 那没问题 替代不了 那比如说 要是为别人定制的一个大冰箱 但是没有替代用途 定制的专门的 这叫不可替代用途 有权 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款项 那你收取款项是要保证一个成本加合理利润的款项 并且该权利具有法律的约束力 一定是成本加合理利润 要不然不行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个例题 某企业与客户签订一个提供咨询服务的合同 从而使企业为客户提供专业意见 要提供的专业报告 专业意见与针对客户的事实和情况有关 假设企业完全遵守其合同义务 如果客户终止咨询合同 合同要求客户赔偿企业已发生的成本 另加15%的利润率 这个15%利润率接近企业在类伏合同中取得的利润率 那我们看现在呢 提供咨询服务这样的合同 是具有不可替代用途 你不能说咨询的 我给A公司咨询的 然后照搬到B那边去了 虽然像有一些咨询 比如像一些内控这些方面 可能有一些是通用的 你可以说把有些地方经过修改 用到那边 但它本身是不可替代的 就是你是哪家就是哪家的 现在是不可替代用途 款项又能够保证 任何点上都是成本加合理利润 所以它就符合在某一个时段内确认收入的条件 那你说咨询这项服务 最终两年期 那你可以按照一个时段一个时段确认收入 那下面我们看一下教材的历史令 企业与客户签订合同 在客户拥有的土地上 按照客户的设计 要求维系建造厂房 那在建造过程中 客户有权修改厂房设计 并与企业重新结商设计 变更后的合同价款 所以就看客户是在控制在建的商品 在客户的厂地上建造 客户又控制了在建的商品了 客户每月末按当月工程进度 向企业支付工程款 如果客户终止合同 以完成建造部分的厂房归客户所有 这是客户在进行控制 客户还可以找别人 继续进行建造 所以这种情况 那是符合在某一个时段内 确认收入的条件 客户厂建设建造 房子最终归客户 说表明客户在厂房建造过程中 能够控制在建的商品 他不控制还不行 一般的我们会随去建造 厂房或者什么资产 当然是客户在控制 所以就是某一个时段内旅行的旅约营 我们再看一下教材的历史期 甲公司是一家造船企业 与乙公司签订了一份船舶建造合同 按照乙公司的具体要求设计和建造船舶 甲公司在自己的厂区内完成该船舶的建造 这是在自己厂区不是在客户的厂区上 乙公司无法控制在建过程中的船舶 客户控制不了 甲公司如果想把该船舶出售给其他客户 这里面要卖给别人 需要发生重大的改造成本 就是说 那具有不可贴在应途 因为你卖给别人 会有重大的改造成本 那双方约定 如果乙公司单方面解约 乙公司需向甲公司支付相当于合同 总价30%违约金 且建造中的船舶归甲公司所有 假定该合同仅包含一项履约义务 即设计和建造船舶 就说设计建造船舶 这是一项履约义务 那现在 我们看一下 这项船舶的建造 是具有不可贴在用的 这个没问题 完全是给乙公司建 别人现在用不了 不行 然后另外一个 是不是到任何资产负债表日 都能够保证 已收获应收的款项是成本加合理利润 保证不了 30%的违约金 如果船舶建造后期 那根本就保证不了成本加合理利润 我们认为你在整个期间 任何点上都得是成本加合理利润得到保证 才可以按照一段期间 那这种情况就不行 只能是某一个时点 比如船舶建造完了 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 采取确认收入 这个例子里面 船舶是按照已公司的具体要求进行设计制造 假公司需要发生重大的改造成本 才能出售给其他客户 所以这个船舶呢 具有不可贴在用途 再要如果客户单方面解约 只是支付相当于总价宽30%的委员金 那表明假公司无法在整个合同期间内 因为任何期间都能够得到成本加合理利润才行 他得不到 因为30%不够 因此他不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业义务 不是某一个时段 当然就是某一个点 我们接下来再看教材的例十八 假公司与乙公司签订合同 为其开发一套定制化软件系统 合同约定 为确保信息安全 以及软件开发完成后 能够迅速与乙公司系统对接 假公司需在乙公司办公现场 通过乙公司的内部模型系统进行软件开发 开发过程中所形成的全部电脑程序代码等 应储存于乙公司的内部模拟系统中 开发人员不得将程序代码等 转存至其他电脑中 开发过程中形成的程序 文档等所有权和知识产权 归乙公司所有 那如果假公司被中途更换 其他供应商无法利用假公司已完成的工作 就不能再往下进行了 应该要重来 而就需要重新执行软件定制工作 那我们前面谈到的 有一条 说是企业履约的同时客户取得并消耗 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这就不行 因为它要重复进行 我们那条说 过去就完了 结束了 不会重复进行的 那才可以 那这个呢 如果中途更换 别人要重新执行软件定制工作 重来 乙公司 对假公司开发过程中形成的代码和程序 没有合理用途 乙公司并不能够利用开发过程中形成的程序文档 从中获取经济利益 因为你得不到 没不给带来经济利就没有控制 乙公司将组织里程碑验收和中验 并按照合同约定分阶段付款 其中 预付款比例为合同价款的5% 那里程碑验收时付款比例为合同价款65% 中验阶段付款比例为合同价款的30% 如果说以公司违约 需支付合同价款10%违约金 那我们要看说是某一个时段 那要求啊 满足三个条件之一 第一个我们刚才说了 说客户在企业履约的同时取得并消耗 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说企业履约带来的经济利益 这个不行 因为别人要从头来 不是说别人可以代替继续往下进行工作 那不是这个概念 那下面一个 说是在客户的场地上去建造 客户必须控制在建的商品 控制了吗 说了 没有控制 控制是能够给他带来经济利益 也比如说 我们要在客户场地上建造办公大楼 这个没问题 12层建了6层 那6层就给他建完了 给他带来利益了 以后当然我们的房子会给他带来利益 那你别人换人 别的一些建筑承包商 可以接着往上 建呢 而这个不行 这是软件 没控制 没有给他带来经济利益 不行 因为说 控制 这是很重要的 客户控制在建的商品才行 那另外一个 就是说 具有不可替代用途 那这个是呢 为客户开发的这个系统 进行软件开发 不可替代 那这个要保证 在任何一个点上 都应该是成本加合理利润 能保证吗 保证不了 你违约 只是支付10%违约金 所以就没有办法 让他在某一个时段确认收入 我们看一下这分析的过程 第一 如果假公司被中途更换 新供应商需要重新执行软件定制工作 所以以公司在假公司履约的同时 并未取得并消耗 假公司软件开发过程中 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那什么情况下是取得了 如果这个软件开发 说换别人 仍然往下能够进行 继续开发 但这种情况很小 概率很低 一般都软件公司 跟软件公司开发 不是说都是一个固定的模式 不能往下进行 我们看第二 假公司 虽然在以公司的办公场地的模拟系统中 开发软件产品 以公司也拥有软件开发过程中 形成的所有程序 文档等所有权和知识产权 可以主导其使用 但上述的安排 主要基于信息安全的考虑 以公司并不能够合理利用 开发过程中形成程序 文档 并从中获得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 我们要是代表控制 一定是说能够获得几乎全部利益才算说 那你这个不行 没有获得几乎全部利益 所以就认为 以公司不能控制假公司履约 过程中再建的商品 他控制不了 那第二个也不行 再看第三 假公司履约过程中产出的商品 为定制软件 他确实具有不可替代意图 但是另外一个成本加合理利润 能不能保证 但是 以公司按照合同约定 分阶段付款 预付款仅是5% 后续进度款仅在 天官里程碑达到 中验时才支付 那你说 如果违约只是合同价款 10%违约金 你不能说在整个合同期内 任何一个时点都能够得到的 或应该得到的款项 成本加合理利润得不到 所以最后三个条件都没有满足 就是某一个时段内确实收入 三个条件都没有满足 那就应该是某一个时点 履行的履约预 因此那第一个条件 你主要是关注 是不是这个工作还要重复的 那你要重复的肯定就没有说 企业履约同时客户得到并消耗 取得并消耗 履约所带来的利益 所以说的这个概念要注意 我们再看一下利益19 假公司与乙公司签订合同 为其进行某新药的药理药效实验 合同约定 假公司按照乙公司预先确定的 实验测试的材料 方式和次数进行实验 并记录实验结果 且需向乙公司实时汇报和提交 实验过程中所获取的数据资料 那实验完成后 应向乙公司提交一份 药理药效实验报告 用于乙公司后续的临床医药的实验 假定的该合同仅包含一项业业 该项实验工作的流程和所使用的技术相对标准化 那如果假公司中途被更换 你看这个说法 乙公司聘请另一家实验类企业 可以在假公司已完成工作的基础上 继续进行药理药效实验 并提交实验报告 那原来的这一部分呢 不用废掉 人家说标准化的东西 新聘企业在继续履行 剩余履约义务时 将不会享有假公司目前已控制的 且在将剩余履约义务 转移给该企业后仍然控制的任何资产的利益 那个新的与原来假的那个利益一点没关系 他完全说的是后面自己的事情 所以这个就不一样了 那我们就说 企业履约的同时客户就取得了 并且已经并消耗了 因为这个工作原来的就是过去了 不用说再重新再进行执行 那这事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看这个例子里面 假公司在判断其他企业 是否实质上无需重新执行 假公司累积资金完成的工作 如果说你不需要重新执行的 那过去的履约已经就没问题了 客户取得并消耗了 比如说那一部分我们履约了 客户呢把钱也给我们了 那客户当然也是能够给他那一部分带来利益了 这就没问题 说要看这个东西 如果从头来就不行 那就说没有取得并消耗 那下面说应当基于下了两个前提 一是不考虑可能会使假公司 无法将剩余履约义务 转移给其他企业的合同限制 或实际可行刑限制 二是假设新执企业 将不享有假公司目前已控制的 那且在将剩余履约义务 转移给该新执企业后 仍然控制的任何资产的利益 这样我们看 由于假公司实验过程中的资料和数据 以实时提交义公司 且如果假公司履约的过程中 更换其他企业继续进行 药理药效实验 其他企业可以在假完成基础之上 继续进行药理药理实验 并提交报报 所以看 实质上无需重新执行假公司 累计已完成的工作 你不要从头来了 这样呢 义公司在假公司履约的同时 既取得并消耗的假公司履约 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属于某一时段内履约的运用 不用从头来 我前面谈到的那个运输也是一样啊 说从这个昆明运到哈尔滨 当他运到天津时 换一家 换一家 不用说从昆明再重新再运了 那也就不用重复执行 你不用重新执行 那就说 企业履约同时 客户取得并消耗 企业履约带来经济利益 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例二十 假公司与乙公司签订合同 在乙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 提供包括依法对乙公司申请文件 证券发行募集文件进行核查 出具保健意见等保健服务 乙公司在签订合同后支付百分之十保健费 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被受理后 再支付百分之五十保健费 其余百分之四十保健费 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支付 以支付的费用无需返还 如果因乙公司或其他方原因终止合同时 如乙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未被受理 然后假公司无权收取剩余款项 但可就其发生的拆旅费等直接费用获取补偿 如果说假公司最终给人做的没成功 那就说只有些拆旅费用能获取补偿 根据相关监管要求 保健人应当结合禁止调查过程中 获得的信息对发行人进行审慎核查 对其提供的资料和披露的内容进行独立判断 保健人的工作机构应当独立保存至少十年 如果以公司更换保健机构 新的保健机构需要重新执行 原保健机构已完成的保健工作 这是要重复来的 所以我们要注意的问题就是 你要是重新执行 它就根本不是企业履约同时客户取得 并消耗企业履约所带来利益这件事情 并且以公司需要重新履行申报程序 那假定的该合同 不涵盖承销服务及上市后的持续多导等其他服务 那看一下这种情况 属不属于在某一个时段 那某一个时段呢 就是说一个 企业履约同时客户取得并消耗 企业履约带来的利益 我们看这个例子里面 除非假公司完成乙公司上市前的全部保健服务 乙公司不能从假公司提供的各项服务本身获益 你全完了才可以 那或将其与其他的易于获得的资源 一起使用中受益 不行得不到 既该保健服务中的各项服务本身是 不能够明确区分的 同时该合同所约定的各项服务具有高度关联性 既合同中承诺的各项服务在合同层面 是不可单独区分的 因此假公司提供的保健服务属于单项履约义务 你没有办法进行区分 那就单项履约义务呗 这个例子里面 说看一 如果乙公司在首次公开股票申请过程中更换保健机构 新的保健机构需要重新执行原保健机构已完成的保健工作 这样的乙公司在假公司履约的同时 并未取得并消耗假公司提供服务所带争予利益 那这个没用 毕竟没给你带来任何利益 没给乙公司带来任何利益 因为别的机构要重来 只有最终真正全部都完成了 乙公司才能得到这个利益 所以没有得到这个利益 然后我们看第二 假公司按照相关监管要求 独立进行核查并出具保健意见 工作提稿归假公司所有 且应当独立保存至少十年 乙公司不能控制假公司正在履行的 保健服务 你控制不了 你说给他做 但是他客户控制不了也不行 那第三呢 虽然假公司是针对乙公司的具体情况提供保健服务 那该服务具有不可贴待用途 但是 合同约定首付款仅是百分之十 后续进度款直到首发申请被受理 即首发完成才支付 所以整个合同期不能保证在任何一个点上 收取的款项都是成本加合理利润 因此 我们在某一个时段内确认收入的三个条件 他都没有满足 满足其中之一就行 三个都不行 那这就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约翼 要会判断 那其实我们考试的时候也经常有这样的问题 让你判断呢 到底是某一个时段的某一个时点的 你要汇说理由 某一个时段的就是那三个 满足其中任何一个都可以 那下面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约翼翼翼的收入确认方法 某一个时段按什么方法去认证收入 要确定履约进度 我们确定履约进度的时候 应当考虑商品的性质 说采用产出法或投入法 来确定恰当的履约进度 有的情况下可能用产出法 比如你产出量 这个时候可以很容易计量 那你可以产出法 如果产出量计量起来很难 或者没有办法可靠计量 那你只能投入法 你比如说 我们要为别人建造半工大楼 你不能说12层 我建造6层 能够计量就是50% 那个不是 我们建大楼还有一些地基呢 那你成本里面当然 土地 我们地基那一部分的 也会占有很大的比重啊 所以 有时就很难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投入法 那先看第一个产出法 产出法主要是根据 以转移给客户的商品 对于客户的价值 确定领域进度 你必须能够进行计量 比如说我们要是铁道铺铁轨 一共是1000根 我们铺了600根 这个可以 没问题 铺完的600就算数啊 所以60% 你明确的 这些商品得有 所以 我主要包括 实际测量的完工进度 要能产出 能够测量出来行 评估以实现的结果 以达到里程碑 这个时间进度 以完成或交付的产品等 确定领域进度的方法 时间进度有的 我们提供咨询两年 你过一年50% 产出法是按照已完成的产出 直接计算里约进度 这一定是通常能够客观的反应里约进度 那当产出法所需要的信息 那可能无法直接通过观察获得 你观察不到 或者说我们获得这些信息 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 那要用投入法 比如看一下教材的例21 甲公司与客户签订合同 为该客户拥有的 一条铁路更换100根铁轨 合同价格10万块钱 不含税价 截至20-07年12月31日 甲公司共更换铁轨60根 剩余部分预计 在20-08年3月31日之前完成 那你看这就没问题了 看产出量 已经完成了60 一共是100根 60% 说这个是履业义务 满足在某一个时段内履行的条件 因为你是给客户见 客户在控制 那就没有问题 60% 那真正确认收入的10万乘以60% 是他确认的收入的数字 接下来呢 是投入法 按照投入量 你要一般施工企业 要是为别人建造 办公大楼什么的 那都得是投入法 投入法呢 当然会涉及到 比如说投入材料的量 人工啊 及其工时 我们一般考试的时候 往往都是说 告诉你已发生成本 然后说完成合同 预计还发生多少成本 是这样的方式 让你算这个领域进度 其实是一种投入法 有那么一个提示 当产出法所需要的信息 可能无法直接通过观察获得 你观察不到 结尾获得这些信息 需要花费很高的成本的时候 那你有投入法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个例题 甲公司于22年12月1日 接受一项设备安装任务 安装期为三个月 这设备安装的 合同总收入是60万元 至年底已预收安装费44万 实际发生安装费用是28万 那甲定均为安装人员薪酬 估计 还将发生安装费用是12万 假定呢 甲公司按实际发生成本 占估计总成本的比例 确定安装的履约进度 不考虑增值税等其他因素 那也就是说 我们前面曾经说过估计总成本 那应该是到资产负债表制 已发生的和完成合同将发生的数字 你看这个题目 实际发生安装费28万 完成合同还将发生12万 那这两个加起来 就属于合同估计总成本 有时也说合同预计总成本 那现在看一下履约进度 这是实际上投入法 已发生的成本28万 然后是估计总成本 28万加12万 那完工70% 也就是说是属于 履约进度70% 那二年12月31日 确认的劳务收入 合同总收入 这里面是60万 60万乘以70% 应该是到这个资产负债表制 累计确认的收入 那把以前期间确认收入扣除 属于本期确认的 那第一期嘛 那我们第一期 以前没有的扣 就是应该42万 那看一下呢 第一个 实际发生劳务成本 说进行安装 安装服务 我们借方呢 借记合同履约成本 合同履约成本的概念啊 后面会单独说 在合同成本里面 一块呢 是属于合同履约成本 一块是合同取得成本 我在这里简单谈一下 是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的成本 叫合同履约成本 但是我们合同履约成本 有的一些 比如说 与存货相关的 合同履约成本 我们是制造业 一般制造业 用生产成本来反应 房地产开发企业呢 用的是开发成本 去进行反应 那就不用再单独 用合同履约成本了 那你像固定资产准则 谈到的固定资产建造 反映成本 是在建工程 你无形资产里面有研发 那研发呢 反映的是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 除这些之外 剩下还会涉及 履行合约的过程中 发生的成本 我们都反映到 合同履约成本 你比如说你这是安装服务 我们寄到合同履约成本 那在前面也谈到过 如果说涉及到 有些运费的问题 销售产品过程中的运费 发生的时候 也是反映到 合同履约成本 这样的概念 那现在我们看 已经发生了28万 借方合同履约成本 代方应付职工薪酬28万 我们预收劳务款 这是执行收入准则 预收的部分 反映到合同负债里面 现在不要再说 借银行存款 代预收账款 不是预收账款了 通过合同负债 来进行反映 那我们先来看 第三 二年12月31日 确认劳务收入 并截软劳务成本 我们前面有个计算 确认收入是42万 借方是合同负债 代方主营业务收入42万 然后把合同履约成本 转到主营业务成本里面 借方主营业务成本 代方合同履约成本28万 这是他的处理过程 企业在采用成本法 确定履约进度时 可能需要对已发生的成本 进行适当调整的情形有 就是你发生的成本 有的要调 不调就不合适了 那第一个 已发生的成本 并未反映企业履行 其履约义务的进度 比如说因企业生产效率低下等原因 而导致的非正常消耗 包括非正常消耗的 直接材料职业人工制造费用等 那除非企业和客户在定立合同时 已经预见会发生这些成本 并将其包括在合同价格中 而一般的来讲 合同价格里不会含这些非常原因 造成的这些损失 如果含没问题 那你发生成本就算数 因为毕竟将来是能够收回的 如果不含 那这些呢就不能算数 其实我们也知道要非常原因 最终造成净本事 那就要既营卖支出的 实物资产都是按照这种方式 他说的是 要是真的客户那边没问题 知道你会发生一些非正常消耗的这一部分 他给钱 那给钱你当然成本 还是把它记录到成本中 这是个特殊的问题 那第二 已发生的成本 与企业履行其履约义务的进度不成比例 说这个东西跟你正常履约进度出问题了 不成比例 也是要把它单独剔除出来 虽然履约进度是不管它 但这一部分 该怎么确认收入 怎么确认收入去 所以如果 企业已发生的成本 与履行进度不成比例 企业在采用成本法时 需要进行适当调整 为了确保成本法 能够适当反映企业 履行其履约义务的进度 对于施工中尚未安装 使用或耗用的商品 说商品的不包括服务 或材料成本等 当企业在合同开始时 就能够预期将满足下列所有条件的时候 下面这几个条件都满足 那我们把这一部分要剃除出去 所有条件 企业采用 在采用成本法确定履约进度时 不应包括该商品的成本 而是应按照其成本金额 确认收入以客观反映企业实际履行情况 说你这个东西单独去确认去 再算履约进度时不喊它 那第一个 一是该商品不构成单项履约义务 但是单项履约义务都不行 不构成单项履约义务 二是客户先取得该商品的控制权 之后才接受与之相关的服务 那客户取得了 后面才进行服务 三是该商品的成本 占预计总成本的比重较大 四是企业次第三方采购该商品 且未深入参与其设计和制造 那这四个条件都满足 那我们对它要单独的进行处理 对于包含该商品的履约义务而言 企业是主要责任人 那我们看一下教材上的例22 2058年10月 甲公司与客户签订合同 为客户装修一栋办公楼 并安装一部电梯 后面我们主要看电梯这件事情 合同总金额是100万元 甲公司预计的合同总成本是80万 其中包括电梯的采购成本30万 那你看总成本80万 电梯采购的成本30万 那当然在总成本里面比重较大 就是说有的东西是比重较大的 在满足我们的条件里面 别的条件 四个条件 那三个条件再满足 要把它给剃除出去 2058年12月 甲公司将电梯运达施工现场 并经过客户验收 客户已取得对电梯的控制权 但是根据装修进度 预计到2059年2月 才会安装该电梯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电梯 是我们从外边取得的 给客户 要经过客户验收 然后再进行后面的安装 也就是说电梯转给客户之前 我们是控制了 我们控制当然就是一个主要责任人 那现在客户取得电梯控制权之后 后面才提供进行安装 截至 2058年12月 甲公司累计发生成本40万 其中包括支付给电梯供应商采购成本30万 就说你这个40万里面算领约进度30万 要把它剃了 要满路条件的 电梯采购成本 相对于预计总成本而言是重大的 你看总的成本80万 电梯就30万 假定该装修服务 包含安装电梯 构成单项旅约义务 比如说我们最终 装修服务包括电梯 是一个组合产出的 那你就应该是构成单项旅约义务 那属于在某一时段内旅行旅约义务 甲公司是主要责任人 就说说电梯 比如说从电梯本身来讲 他呢是控制完之后 取得了他控制给客户 就是交付给客户之前 他在控制的叫主要责任人 但没有参与电梯的设计和制造 甲公司采用成本法确定旅约进度 说上述金额均不含增值税 那我们就看到这个题目里面 说他不构成单项旅约义务 然后呢我们把电梯买来先给客户 客户先取得控制权 我们之后才去进行安装服务 第三呢成本是占预计总成本比重较大 30万占80万的比重较大 四是企业自此地方采购商品 未深入参与设计制造 因为一旦深入参与设计制造的 这会跟后面的构成单性的也有趣了 那单说了这个没有参与 所以那我们这个要剃除 把电梯我们接着往下看说本例重 截至某八年十二月 甲公司发生成本四十万 包括呢电梯采购成本三十万 那甲公司认为按照发生的总成本 计算履约进度会高估期实际履约的程度 因为你要是算进去 一个电梯突然肯定履约进度就多了 那你确认收入多了不合适 所以在确定履约进度的时候 将电梯的采购成本排除在已发生的成本 和预计总成本之外 然后呢同时按照该电梯采购成本的金额 确认现实收入 就是我们只是电梯成本多少 既然电梯已经转给客户 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 我们直接对他确认收入 那这里面呃 履约进度 已经发生了四十万 我们把三十万的给扣除 之后呢总成本八十万 把这三十万也不算 那是属于正常安装的一个履约进度 这个 那某八年十二月圈设的收入 履约进度的这一部分 一百万减三十 因为你整个的合同收入是一百万 三十万单算 这一块按照正常履约进度来算 乘一百分之二十 我们要把电梯本身的三十万 因为客户已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 所以要确认收入 确认收入就应该等四十四万 那乙售商品的成本 装修的这一部分 八十减三十 我们再去乘以百分之二十 那它的乙售商品的成本 那确认电梯收入三十万 截转电梯成本也是三十万 所以乙售商品的成本 四十万 那接下来我们下面看一个多选题 二年十一月 甲公司与乙公司定立一项装修移动三层建筑物 并安装新电梯的合同 合同总的对价是两千万元 以承诺的装修服 包括电梯安装 甲定的电梯毛利为零 是一项在一段时间内旅行的旅约义务 预计总成本是一千六百万 包括电梯成本六百万 甲公司在电梯转让给乙公司之前 获得对电梯的控制 甲公司使用投入法基于已发生的成本 来计量其履约义务的履约进度 乙公司在二年十二月电梯运底 该建筑物时获得对电梯的控制 电梯直至二三年六月才安装完成 甲公司未参与电梯的设计与安装 至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已发生的成本是二百万元 不包括电梯 那就是没有包括电梯的是二百万 下列会计处理表述中 正确的有 A 至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履约进度为百分之二十 B 电梯收入应在安装完毕 检验合格后确认 那这个B肯定不行 那履约进度我们会进行单独计算 收入呢 像电梯 就是客户取得电梯控制权 就应该确认收入的 并不是安装完毕检验合格之后确认 C 呢 二年确认营业收入八百八十万 D 呢 二年确认营业成本八百万 那这些我们要经过计算才知道 那看一下 我再计算履约进度时 和履约进度无关的成本 电梯成本需要扣除 我们现在的履约进度的二百 这二百发生的说 根本就没有包括电梯成本 那你不要说再扣了 然后除以呢 一千六 因为电梯是六百 我们总的成本一千六 电梯有六百 把六百减去 我算的履约进度啊 这样是百分之二十 A是正确的 刚刚也谈到 电梯收入 应在呢 将控制权转移给客户时要确认 那B就不对 二年确认的收入 我们电梯单算 整个的合同收入两千万 把电梯六百万扣掉 那这个呢 接下来的这一部分 乘以百分之二十 也就说我们是 装修移动三层建筑 装修的这一部分 履约进度确认的收入 之后再有电梯 收入数把它加上六百 那等于八百八十 这也是正确的 二年确认营业成本 那营业成本呢 我们已发生的 这是二百 当然要把它转到 主营业务成本里面去 还有一个电梯 既然确认收入六百 毛利率是零 我们也应该把它 转到主营业务成本里面 所以最后 营业成本是八百万 D也是正确的 而对于每一项履约义务 企业只能采用一种方法 来确定其履约进度 并加以一贯运用 那比如说我们用什么投入法 你就确认呗 一贯运用 对于类似情况下的 类似履约义务 企业应当采用相同的方法 确定履约进度 资产负债表示 企业应当在按照 合同的交易价格总和 乘以履约进度 扣除以前会计基金累计 确认收入的金额 确认为当期收入 这也不难理解 没问题 比如本期要确认多少收入 合同的交易价格 乘以履约进度 那应该是到资产负债表日值 我们累计应该确认的 收入的数字 那再把以前期间 以确认收入扣除 它就应该是属于 我们本期要确认的收入 那本期确认费用 合同预计总成本 长一履约进度 就应该是到这个资产负债表日值 累计确认的费用 同样把以前期间 以确认的扣除 就应该是当期确认的 那本期确认的毛利 就应该是本期 确认的收入减去 本期确认的费用 形成是本期确认的毛利 这样的概念 当履约进度不能合理确定时 我们确定不了履约进度 那企业已经发生的成本 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 我们要进行估计 应当按照已经发生的成本 进行确认收入 所以没有利润形成 你要是成本能够得到补偿 我确认收入就这么多 跟成本一致 直到履约进度 能够合理确定位置 你要能够确定了 正常确认收入 正常减转成本去 每一资产负债表日 企业应当对履约进度 进行重新估计 当客观环境发生变化时 企业也需要重新评估 履约进度是否发生变化 以确保履约进度 能够反映履约情况的变化 那这个变化呢 属于会计估计变更 会计估计变更 用的是未来适用法 来进行会计处理的 我们知道一下这个过程 那这节课 我给大家介绍的是 收入确认 收入确认呢 有的是 按照某一个时段 有的是某一个时点 按照某一个时段的 满足三个条件之一 一个就是说 客户在企业履约的同时 取得并消耗 企业履约所带来的利益 那第二个呢 是说在客户场地上建造资产 客户控制在建的商品 第三是 具有不可替代用途 在整个期间的任何一个点上 都能够保证成本加合理利润 否则那不行 不是这三个条件的 那就是某一个时点 那对于呢 一个时段确认收入 要算履约进度 履约进度 我们是有 产出法 投入法 产出法一定是量 能够合理确定的 计量才能用 要不然就应该属于投入法 投入法 基本考试都是用 已发生成本 除以合同 预计总成本 来计算它的 履约进度 那这个要清楚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